欢迎来到台北市政府线上开放式课程 今天要讲解的单元是 平方差公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基础范例 请求出2012×1988之值 我们看一下2012×1988 如果你直接乘 当然也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但是我们现在要来利用 A加V乘A-V 等于A平方-V平方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数相加 A跟V相加 乘以两数相减A-V 然后它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就会变成A的平方减掉V的平方 也就是什么 A跟V各自先平方再求他们的差 这个公式我们就叫它平方差公式 它是先各自平方再求他们的差 而是平方差公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如果要直接做的时候 就是A分配乘到后面去 那也把V分配乘到后面去 那它会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们来看一下 A乘A记作A平方 A乘负B记作减A 然后再把V分配乘到后面去 第一个V乘A记作AB 是正的 记作加A B 那B乘负B 正负得负 正负得负 那B跟B乘负就变B平方 那其中呢 减AB跟加AB 它会消掉 最后结论就得到A平方减B平方 那以后你只要看到什么 看到两数相加乘两数相减 你就直接写答案了 它就是第一个数的平方 跟第二个数的平方 先各自先平方再相减 就不用再像这样子 还要再乘一次 那我们回到左边这个例题来看 2012 有没有办法猜成两数相加是2012 那刚好两数相减是1988 那我们看了一下 2012刚好可以猜成什么 2000 加12 那1988 刚好可以猜成什么 2000-12 那刚好符合右边这个公式 A加B乘A-B 就两数相加乘以两数相减 那我们不用再像刚刚这样去乘 乘完又笑掉 我们知道它的结论 我们立刻可以知道它的结论 就是可以等于第一个的平方 减掉第二个的平方 那第一个是指A嘛 A在这边是指2000 所以就是2000的平方 然后减掉B B就是12 12的平方 继续把它算下去 2000的平方 2的平方是4 3个0 经过平方边6个0 减 照照12的平方144 好继续往下把它算出来 好 显144 144摆这边 3999 然后这边变成856 这是最后的答案 当然你直接乘 你直接呢 用2012乘1998 也可以得到399 9856 但是我们这边目的不是要你直接乘出来 算出正确答案而已 我们是要利用简单的数字 来引导出这个平方差公式 一开始我们是做引导的动作 学了新的公式呢 我们就要跟旧的公式做比较 好 跟96先减4 整个再平方 它算出来结论呢 看起来很像 但是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新学的 叫做平方差公式 它是A跟B 各自先平方 再求它们的差再相减 那刚刚是告诉你 如果看到两数相加 乘两数相减 你就可以立刻写成 A平方减B平方 各自的平方差 回到这一题来看 96的平方减4的平方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猜成A加B 96加4 乘以A减B 96减4 因为平方差公式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这样才有一个好处 你看一下 A加B 刚好是变成100 乘上A减B 96减4 刚好是92 很轻松的 你就可以算出来 它答案是9200 比你直接真的把96平方 4平方 以后再相减 来得快 这公式有好用的地方 那我们学着新的东西 就要跟旧的东西来做比较 旧的公式是 96跟4 先求它的差 就先相减 然后再平方 那它展开出来 就变成A的平方 A是96的平方 减掉2AB 2乘A乘B 2乘以A是96 再乘以B B等于4 然后再加什么 B的平方 再加B的平方 所以它算出来的答案 跟左边是不会一样 所以 这两个公式是最容易混淆掉的公式 请同学要特别小心 尤其学了平方X以后 常常会跟X的平方公式混在一起 同学要特别小心这一点 概念解说 我们这边要解说的概念有四个 第一个是能够直接利用平方X公式 把很大的数字的运算 化反为减 不用直接乘开 太慢了 我们就利用公式可以算出答案 第二个 从数字的运算 我们要过度到比较抽象化的文字的运算 不再是数字 可能是A平方减B平方这种东西 第三个 我们要让同学了解到 平方X公式 跟X的平方公式的差异 第四个 我们要让同学能够灵活的应用平方X公式 比如说给你A平方减B平方 你立刻可以知道它等于 A平方减B平方 是指这十这个意思 进阶翻例1 进阶翻例1 刚好是X跟4的两数的和乘以两数的X 那我们之前学过了 两数和乘两数X 它立刻可以写成平方X 就是第一个的平方减第二个的平方 减掉4的平方是16 那我们就利用平方X公式 把这个题目呢 多项18 成开了 那以后呢 同学呢 可以把这个式子 省略掉 直接就写 S平方 减16 就是把这个多项是 成开 展开 或是画减 就是最后不能有刮乎存在 进阶翻例2 若1994 乘以2006 等于2000的平方 减掉A的平方 则A等于多少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1994乘2006 2006好像可以拆成2000加6 那这个就可以拆成2000减6 所以呢 你看一下 它可以拆成2000减6 1994 乘以2000加6 那按照我们所说的 A减B乘A加B 两数的X 乘以两数的和 它其实可以直接根据我们学的平方X公式 变成A平方 就是2000的平方 减掉B平方 6的平方 那6的平方是36 6的平方是36 那对照一下上面2000的平方 下面是2000的平方 那A的平方 这不是6的平方 所以呢 A就等于6 哇 这样同学就落入一个陷阱 某数的平方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A呢 有一个刮虎 省略掉 它是A乘A 记住A平方 是某数的平方 那我们来想 某数的平方 如果要等于36 6的平方等于36 那这个某数只有一个答案 正6吗 负6可不可以 负6的平方 也会变成正36 所以呢 你最后写答案 A就要写什么 正6或是负6 记住正负6 要很小心的 大部分同学呢 看到这个一对照 直接写6 没有考虑到 某数的平方等于36 某数呢 也可以等于负6 这是考试常常见到的错误 同学要特别小心 进阶范例3 已知199的平方 等于A加1 那A会等于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把199写成200-1 刮我的平方再去算 但是这样算会比较慢一点 那我们想看看 我们如果把这个加1移到等号左边 就变减1 我们先写一下 变199的平方-1 那1也可以记住1的平方 等号 找找右边留下个A 那你发现 199的平方-1的平方 刚好是平方差公式 那立刻就可以拆成 A加B 199加1就是A加B 两数的和乘以两数的差 199-1 左边可以利用平方差公式 猜成两数和乘两数差 那等于照超 A照超 好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 199加A 刚好可以变成200 这简单的数字 199-1就变198 等于A 把照超下来 那很轻松的 199乘以2 变396 再加两个0 所以 396 00 就等于A 也就是说 A就等于396 00 所以你学的平方差公式 利用它来解这个题目 会比之前的用 差的平方公式 来得更理想更快 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 要记得 多思考 多练习哦